大家好 我是廖曹记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段公益广告 说到了火灾的防范 我们可以采取很多的方式来防范火灾 但是有一种火灾感觉到似乎防范不了 我们排除人为的因素 排除刻意的烧垃圾 烧巴的这些活动之外 据我所了解 这些所谓的森林大火 它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并不是近期才发生的 像三五十年前都有森林大火了 只不过近期发生的越来越频密 应该这样讲了 无论是森林大火或者是野外大火 都是因为气候干燥 然后高温的情况之下 导致枯叶聚集起来 在太阳的照射之下 引起了自然的现象 自己燃烧的现象 我们现在谈一谈 最近这几天在国际新闻里面 不断的都在谈的一个欧洲 目前面临的这个极热 极端的这个热浪的这个问题 我看完这几天的新闻 我总是有一个画面感 那画面感就有点像 我们看那个灾难电影一样 非常的就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那当然又回到 我们自己的气候 我们是所谓的赤道型的气候 我们年均温32度 但是我们的这个气候呢 前几天有一段时间也是挺热的 我们曾经也一度到40度到42度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曾经有一度 我也有体验到 那现在我们看到欧洲的情况 是非常的恶劣 就是包括这个葡萄牙呢 曾经也一度创下47度的高温 然后呢 也引起了就是各地呢 都有多人死于高温 那死于高温当然所谓的死于中暑 中暑脱水 这个情况是会导致休克的 所以也会有所谓的高温的病 然后我们也注意到呢 这个这一波热浪 也开始吹向了南欧各国 就野火恒生 就各地都有这个灾情 整个的那个非常多的这个 无论是度假胜地也好啊 或者是野外胜地也好啊 都发生类似这样的大火火 红彤彤的一片啊 就是而且呢 就是包括有些度假胜地的临时 就是临时要疏散当地的这个旅客 所以整个那个逃亡的画面呢 就就有如那种灾难电影一样啊 那非常的惊悚啊 因为我们也看到西班牙和葡萄牙 近期呢也有至少一千人死于高温 所以热死人是真的会发生的 是然后呢 很多地方都用前所未有的这种高温 无论是法国会用所谓的末日炙热来形容 西班牙也也也就是这个记录到有所谓的45度 就每个每个国家 现在整个欧洲国家都是创下了 自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温度新高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因此呢 我们就看一看这个这个问题了 那除了这个我们说欧洲嘛 一般上欧洲的夏天 尤其英国的夏天啊 基本上是平均是22度了 其实我觉得感觉起来 那个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 凉快的 对 舒适凉快的 因此呢 过往的那个夏天的活动呢 我们英国的朋友们 就喜欢在夏天的时候 到户外或者屋外去做日光浴 那你可想而知 整个英国的基础建设 包括欧洲很多的基础建设 基本上它的材质的选择 不是为了呢 耐这个高温的 因此我们就看到很多 这样的一个路段呢 竟然融化 就博优路融化 然后呢 就是当地的这个交通警察也好 或者是气象局也好 都要警告这个司机 要小心这个测轮胎可能会爆炸 对不起 爆裂 对 然后呢 部分的这个火车停止 因为铁轨的铁轨 因为受热膨胀 火车也无法顺利的开 然后呢 很多学校要提前就是关闭 然后更多学校呢 就是用洒水啊 喷雾啊 来为学生降温 然后呢 当地的这个政府呢 都呼吁民众 尽量不要就是离开家里 但是 因为过 按照过往的情况的话 其实欧洲 大部分的国家 夏天没有那么热 所以可想要这很多国家 可能在家里 是没有装冷气机的 就所以你留在家 也是很热 也是很热 而且 当然这从我们看电影的经验啊 好像蛮多的国家 可能它连那种 我们所谓的悬挂式的风扇 可能也都没有 Selling fan 对对 如果因此这样子的话 其实在家里 也不见得好受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看 换一个地方看吧 就是说我们很多中国朋友 最近如果大家 也在刷朋友圈的话 也发现到 也是一波的这个高温警告 尤其这个 最近的这个月的节气 是所谓的三福天 进程是有经验的 就三福天就是所谓的最热 夏天最热的时候 然后当然我们常说 三福天要怎么样 节暑啊 吃绿豆汤啊 吃西瓜之类的 那中国其实在最近的 这个高温 也相当的严重 在江苏啊 湖北啊 湖南 江西 浙江 南京 福建 四川等等等 都有高达44摄氏度的高温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预警呢 就是我们平时一直说的环保啊 或者说的这个环境的污染 等等的课题 而间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 对这个就涉及到 现在我们都一直在谈的是 所谓的全球排碳量的问题 就是极端气候 然后包括到这个全球暖化 而这全球暖化的情况 现在已经就是快要变成常态了 就欧洲 就所谓的欧洲国家 开始感受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接下来的 因为最近还有两个大的会议 将会被召开 一个就是关于到这个 全球暖化的这个会议 也是多国协商的 可能会在这个会议里面 会有更多的具体的 这个工具体的一些措施 因为一讲到这个碳排放量的时候 各国都有很多意见的 欧洲国家觉得说 我们要限制亚洲国家的 碳排放量 因为将会在助长 这个全球暖化的现象 可是亚洲国家说 这个地球之前的 那个臭氧层的破洞也好 或者太反派 是你们欧洲国家 作为工业化先开始的 你们先破坏了 然后你们现在来要求 来限制我们 让我们不能发展我们的工业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全球一直没有办法 达到很大的 很好的共识 但是应运着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整个极端气候 包括我国的这种 洪水的问题 水的问题 当然我们水的问题 更多的还是因为 我们人为建设 对于水土保值 无论是河岸的 保留地的这种保留 其实都没有很上心 所以我们我觉得 人祸多于天灾 但是应运着这样的一个 因为这个规模相当的大 而且这几天还在继续延烧着 可能这样的一种民众的 这个受灾的经验 会促使欧洲的这些领导人 包括世界的领导人 都会采取比较果断的决策 来进一步的缓解 缓解罢了 这个全球暖化 或者是碳排放量的这个情况 温蓝的歌曲热浪 稍后来我们再关注 其他的国际焦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